好,各位夥伴,大家好 下午有視覺課 我決定把講話速度放慢 因為我上次講到喘不過氣來 剛才中午有夥伴看到我用這個雷射測距離 那曾經差點跟人家吵架 就是有些細節上 那我要示範一個東西 就是我要量距離的時候 我很小心我不會打到各位 因為這個 假設我要測教室的距離 我按一下 然後我按第二下 它會出現雷射 打到農中 池中附近對不對 我晃動 先為了按第二下 好,它就會出來 這邊就 來,幫我讀一下 好,11.308公尺 這樣子就OK 那需不需要精準 有兩個最準的其實是拿建築圖 曾經幫某個輔導的醫院 我就說你拿建築圖給我 我不會外流 我就幫他貼著圖 用我的軟體去畫 去畫出來 另外一個其實我會很鼓勵 大家有機會學簡單的軟體 像我會推薦一個軟體 它合法免費而且可以使用 我有一些範本可以給大家 那像我要量柱子的時候呢 我就拿捲尺 去量它的那個柱子 所以這次各位看那個 廠區圖是不是有柱子 對,也就是我實測 看了一些地方之後 本來就會有柱子 而且柱子很好玩喔 這個柱子跟那個柱子 其實是怎麼樣 不是緊貼著建築物的牆面 它還有一段大概 七八十公分的距離對不對 它就做櫃子 這一面看到不會 但是我們從這邊看到 這邊有個櫃子 所以有些時候自己有興趣 慢慢去學這些看建築物的時候 感覺會不太一樣 那有一次還跟某一某 某某單位差點吵架 就是他們委託設計公司 賣設備的幫他設計 然後開始聊到 那我跟我的前輩去看場地 光是一個那個防火區化 還好我們都有一點點底子 防火區化這個詞在消防法規裡面 它規定在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位置 像我們去大賣場 最明顯 Costco也好 或者是家樂福 大倫巴大買家 全部念過一圈 沒有偏心 地上你會看到有一條線 有一條好像怪怪的線 你往上看 它上面會有那個鐵門會放下來 所以那就是防火區化 一個區化一個區化之間 要把它避開來 那話題切出去 準備切回來 我去上防火人12小時課的時候 我就帶著很興奮的心情 我一定要問老師 請問我要買哪個牌子的滅火器最好 這個問題後來我沒有問 為什麼呢 其實在防火上第一要求的是什麼 防火區化的設計 第二要求是內部裝潢設計 第三要求才是防火警戒設備跟滅火器 那不是跟我們HACC一模一樣嗎 能防的要先防 從整個架構規劃 制度設計 產品設計等等 而不是最後才抽 從檢驗端 這個檢驗不合格 這個檢驗有問題 才送出去 所以也是那種開悟的感覺 對不對 車太遠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有幾個主題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是共產組織系統與管理 第二個是製程危害分析與中央管制點計畫 但是我會切出去一點點的東西 幫大家把我們這些課程做一個釐清 切一個釐清 那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上過 我自己當作學員坐在下面 我也當老師在上面講了很多 但我發現有些程度很強的 根本是來拿學分的 那對他們太簡單 但多數的人是聽課過程中我迷路了 我迷路了 所以我們進階班也好 或者剛才我傳給大家一個大表格的檔案 有關我們世界文件 你就可以對到 來我們先看世界文件好了 那我講課有個風格 就是中間覺得不愉快的打斷我沒關係 覺得怪怪的打斷我的話 我會跟大家討論 不見得是一定要聽我怎麼講 來我來看一下2月27號的這一個 這是我2月27號更新 當時有如果是上一期基礎班的 我給大家 那如果再更早期或者在其他地方上課 沒關係我們從頭看 那我敢講就是我敢分享不用怕別人抄 歡迎分享 但相對起來錯誤不要找我 我是初學者 OK 這裡有我們說世界文件有這些資料對不對 OK 這邊1階2階3階4階 那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這一段 那還有一個就是有一些基礎班的夥伴反應 不見得在這一班 他說我比較不能理解我們的法規跟程序處之間的對應 那事實上這個功夫要自己續下 不然的話 可能要三倍四倍時間也講不完 那這些東西至少是我自己花時間這裡 把對應到的條文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所以這個檔案我給大家這次沒有印 這地方是條文 那至少我很誠意的把它整理出來 那今天要講的在這邊 顧到1號麥克風 沒有顧到2號來不好意思 來測試 好 好2號麥克風來了 好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知道說 今天大家跑到哪邊去了 跑到這裡 這邊我有大修整 我以前是用邱智慧教授的公版 現在我把它改變成 用12步驟去套 12步驟的話這邊 套用到的表單文件在這邊 等一下 抓不到那個比例好壞 管制小組的名單 產品敘述跟消費對象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次我跟林老師把表單整個弄過去之後 你就很清楚我們寫桌 寫到什麼地方去 至少套上去了 套上去了 好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七步 這邊是屬於規劃階段 規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討論計畫 但不見得執行 好 那監控就是已經在執行階段 已經在執行階段的話 那其中有一個我們 在GHB班最重要的事情 是重要管制點計畫表 或者一個是中心溫度紀錄表 中心溫度紀錄表 這個東西的話通常我去查查的時候 我一定會看這個跟那個 然後看有沒有怪怪的地方 那曾經有某 某單位的廚房 某單位的廚房 然後呢我就跟 得罪制度請見了 我就跟營養師在討論 不是現場的 他說他們煮湯煮到 他的計畫書寫92度 那請問煮湯煮92度合不合理 合理不合理 煮湯煮到92度 他量中心溫度 湯的90度 合不合理 那通常呢 我跟學校學生講這一段 就是說 原問問題先講三個字 看情況 為什麼 湯是豆芽菜 還是豆腐湯 還是加鹽巴 加幾葉青菜就好了 還是你沒有這麼大的雞腿 這麼大的芋頭 這麼大的地瓜 不一定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大致上的話 你說湯到沸騰一定是OK的 但92度我覺得依生物學上 80度就夠了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看 那我就幫他們的湯的紀錄表 抓到89度 抓到87度 他們太忙了 真的那個營養師太忙了 他就說 意思說你怎麼看得到 當然啦 我們在旁邊開會很清楚 我就是來幫你除錯的 我不是來 我不是來抓死你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他會看紀錄表單 那紀錄表單 其中除了製程之外 他要執行管制點計畫 就在這邊 那接下來下一步 我就問他 這裡你看到89度 跟你程序書92度 有差異 你有沒有矯正措施 有沒有矯正措施 好那沒有的話呢 趕快理解一下 要不要頭修正 把89 把92度修正為85度 湯 要看你們的材料 看你們的材料 那曾經有一次到某某廠 他們是做冷凍年菜的 那我很少發飆 我很少發飆 那但是已經折到我的 他說好那我就抓你一條 來你們這邊 你的湯是從高層樓煮完之後 透過管子打下來 我還沒告訴你管子清洗 你管子裡面做一些消毒等等 來你這邊紀錄寫80度C監控 你把你的湯 假設一桶是500公斤 打下來之後 到下面去冷卻風暴的時候 你中間經過的那些過程 你量到78度 來你有沒有做矯正措施 因為我很討厭那種人 就是我不太會去擺架子說 我多厲害 不是不是 我們去那邊也是服務學習 貢獻 他就講不出來 就講一個吐一個 講一個吐一個 吐到我 吐到我 不是我吐他 吐到我非常火大 來我開你這一條 報給北部某直轄市衛生局 你試試看 就是不要去那個地方 那我是來幫你抓問題的 我不是稅查員 我不會對你怎麼樣 所以有些時候 這個地方 大家在做的時候 會知道說 他的點在這裡 好來 那另外一個呢 我這次又引用 像我這個人有個很壞的習慣 就是我讀資料 我會告訴你 我引用哪裡的資料 有沒有發現跟寫論文一樣 對不對 像寫那個論文回顧一樣 來像這地方呢 那我就把這些 這些是食藥處指引裡面 我把它需要的文件 或者是記錄 全部列出來 那當然這個 我不敢要求大家 在這次作業寫出來 不然一定會出狀況 會出狀況 好來 那這一頁的話 有問題 沒問題 今天可以問 或者我們還有兩天 下週四 下週五的相處的機會 好來 我再來分享一些東西 先講這個好了 好 那今天講義的地方 除了先讓給各位知道 我也 我會把 有今天的講義在這邊 請自行下載 就是 3月11號這個檔案 請搜尋阿元記事本 萬達勒是我的英文名字 所以叫萬達勒 不是叫阿怨 叫醫院 叫萬達勒 好 來這裡 那這裡 今天等一下我會先講這個 什麼叫認可 什麼叫認證 跟驗證 那大家聽一下不同的 老師的詮釋方式 來 在這裡 好 因為我覺得把這邊講完 大家切下去 才會切得到其他的點 來 那我們常常在 網路上聽到一些廣告詞 本公司通過ISO9001認證 本水湖通過CNS 經濟部標檢局的某某檢證 某某標準的認證 等等 那其實對我而言 其實那都是廣告詞 他講這些其實沒什麼意義 那我們來認識一下 什麼叫做認證驗證 先講這個 來 那現在的話 以前有個東西叫 Potential hazardous food 潛在危險食品 後來呢 慢慢會改由 Time temperature control的食品 那最主要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PH值 一個是水活性 所以這個表的話 那個檔案我剛剛已經 我放在網絡上請自行下載 那所以台灣法規有一個PH小於4.6 一個是水活性小於8.6 這兩個 那我把它稱作這個是 金黃色葡萄酒菌 講說這個是肉毒感菌條款 這個是金黃色葡萄酒菌條款 好 有這兩個 那如果你又酸 又水活性又低的話 相對就不需要這麼管制它 好 那再講一個 這個東西 請問 加工完成的罐頭跟爆酒乳 本質還是危險性的食品 那為什麼不用放冰箱 牛奶高蛋白水活性高 它的PH值低 為什麼 保酒乳不用放冰箱 因為它的包裝可以保護它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發現很少講師會強調這一點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 在危險性食品的對面 有個東西叫 Shelf Stable Food 好 那我先 每次講到這個 其實我都會先去查教育部的詞點 教育部怎麼翻譯 好 教育部找不到資料 我就自己翻譯 然後再寫一句 教育部雙語詞會沒有這個詞 為什麼 免責 我發現是因為我找不到你喔 教育部沒有這個詞 然後再去上博碩士論文 看有沒有能翻譯這個詞 然後我發現 還是跟我喜歡的不一樣 我就說 我們國內學者翻譯詞如下 但阿源建議如下 這個其實 來 這邊 這個東西叫做 它有幾個翻譯詞 我把它叫做儲存穩定食品 Shelf就是在那個 或者架售期安全食品 它有幾個 如果依照美國USDA的話 它是以罐頭類為主 但是對我而言的話 我覺得 罐頭乾燥食品 殺菌軟包 那事實上 高鹽炎製的 或者是發酵後酸性食品 請問 我有一顆南瓜回收之後 放著10天會不會爛掉 可能不會 南瓜 它本身就長那個樣子 蘋果一般狀態之下 不破壞它 我放了3天 會不會爛掉 壞掉長蟲 可能不會 雞蛋 錫玄蛋也好 一般蛋也好 放在那邊 放個三五天會不會爛掉 不會 但是 HACCP老師 每個都把你講的食品很危險 你吃的會中毒 有那麼嚴重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我自己讀了一些資料 跟好朋友討論之後 把一些觀念給加進來 好 那請教一下 那個Shelf Stable Food 是產品還是原料 假設各位是食品加工廠的成員的話 我們南方澳鮪魚公司 我們賣的是魚罐頭 所以我的原料是魚 是番茄醬 是這些東西 還有防腐劑 我測一下大家有沒有睡著 飯頭不能放防腐劑 OK 也不需要放防腐劑 好來 那我賣完的罐頭 賣給老江麵條公司 他們組成冷凍麵條 不要考慮製程 那請問老江麵條公司 賣的牛肉麵或海鮮麵 用我們小城南方澳魚罐頭 所以我的罐頭對台灣是不是原料 是 那我的罐頭有沒有風險 相對比較低 因為罐頭是耐儲存的 第二個罐頭有 前面有驗證在把關 所以不要認為每個原料都是那個 我就覺得很 沒事 來 這個資料我公開在網頁上 等一下我再把網頁給大家 好來 這邊初學者認為HACP會用到的法規是這些 食安法 集計四星細則 GHP HACP 事實上用到很多很多 包括割裂衛生標準 公告法 快篩法 食品工廠 衛生設置辦法 食品添加物 飛燈飛追 食品工廠 等等的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這才是真實的世界 這才是真實的世界 好 那你以為的HACP呢 就是領導人授權給經費 事實上是 經費 小組呼呼呼 所有成員 我們現在來認識一個東西 叫認證 驗證 叫做 Accreditation 我念的是台灣腔 跟certification 哪裡不一樣 那為什麼要認識這塊呢 因為各位如果要創業或者是服務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供應商是玩真的玩假的 像有些說 我們公司通過9001的ISO驗證 講得很清楚 第二句話 我教學生 你跟他講誰幫你驗的 哪一家公司幫你驗的 那你要吐對方直接吐回去 如果你不好意思 你就上網去查 好 那我曾經跟一個 2002的驗證機合員 跟他在聊天 誒那個成兄我請教一下 如果被撤銷的 他會不會在 ISO2002後 Apple SC上面寫說 已經被撤銷 他說不會 那怎麼辦 我才會知道 你查 輸進去 沒有名字就代表被撤銷了 然後剛好我之前就買某某品牌的罐頭食品 不能講 因為那個放我一搶 你們大概猜得到 反正外觀是罐頭的 那種罐頭 他寫 本公司過2萬了 我就輸進去 那家公司不在名單上 不能講 因為那對 如果你講魚就想到是誰 你講奶粉 奶粉不是罐頭 你講豆腐乳 豆腐乳不是罐頭 你講到一些東西 你就是想到誰 不能講 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各位參與管制小組的時候 導入驗證 或者是這些細節 你會知道 再來 你要跟下游的顧客 下游的業者 解說貴公司特色與通過的驗證 再來 來 用幾個比喻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認證 什麼叫驗證 這個大家很熟對不對 教育部會審核大專院校 大專院校會開課 給學生 學生完成必要的學分 論文實習跟體育等等的 像我們年代有資訊 你們可能年輕人沒有資訊 這個軍訓課 這時候就會拿到畢業證書 拿到畢業證書 我們認同 他有基本的實力 這就是 教育部監督大學院校 大學院校監督學生 完成這張畢業證書 來 勞動部會有很多證照 各位可能身上很多證照 勞動部的 我就有三張自然證照 我一張環保證照 奇怪 就是沒有什麼實名證照 莫名其妙 來 他會有承辦單位有承辦機構 然後 會有把關 包括三連回訓這些事情 那 完成之後就有 一個畢業證書或者是證照 這一塊 再來 衛生單位也是齁 衛生單位 以本單位而言的話 衛生單位認可我們TQF協會 其實我不是這邊的人 我只是外部講師 但是我把這邊當主體 以TQF協會 它是合格開課單位 在硬體 教室有多少人 軟體 制度設計 課程設計 師資 他都會審核 像阿遠就是審核通過的講師 今天來這邊的都是審核通過的 進行考試 進行作業 完成之後呢 各位拿到60A 60B的證書 人家會覺得你是有基本實力的 這樣很容易懂對不對 好 再來 這個是當時FDA 他在要求國外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所以更常會有一些 因為我上過某某知名單位的課 每個講的術語講的很厲害 我們AB 我們CB怎麼樣 那事實上 假設這邊 依FDA的案例而言 我們可能是企業 企業前面有一個 叫certification bodies bodies bodies不是身體啦 這邊是算機構或者是單位 CB會來驗證你 CB接受AB的監督 AB是由美國FDA所許可 認可或許可 好 這個沒有感情 來找個有感情的 在這裡 嘿 有感情了 來 阿園農場 我的產銷履歷蔬菜 上面有個產銷履歷 誰來監督我 產銷履歷機構 憑什麼監督我 你被他授權 監督阿園農產的時候 請問用什麼條文 用這個地方 好 那大家看到這個層次最多 但是如果你要進階的時候 尤其你當文管 或者可能未來成為企業領導的時候 往上看 這個機構受到TAF的認證跟集合 他會去集合他 TAF是由農委會所評選出來的 OK好 所以大家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這一塊跟這一塊 那事實上 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認識一些朋友 哇 你覺得那個CB過來的時候 那個指高氣氧的指指點點點缺失 事實上他們也會被TAF來點缺失 那請問TAF要來找 產銷履歷機構 像下次去全聯阿 大賣場等等 TAF要產銷履歷蔬菜 請問你憑什麼東西去集合他 法源在這裡 細節在那邊 OK好 所以有沒有發現很清楚 大學被教育部盯緊 大學盯學生 衛生局盯TQF TQF在11了 盯各位學員 所以這個證書是有效的 來 這邊通過 這邊快去 快去 好來這邊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是以 衛生單位的話 衛生單位會 強制的HAGB 會派合格人員 到 在這邊指定合格人員或機構 來對你們企業進行驗證 好來 那如果是自願性的驗證 或食品其他的驗證的話 他則是由國外認證機構 或TAF來認證這個機構 這個機構在進行你們 但是你看不到的是 他樓上還有這一個 這個太深了 這個東西我一知半解 有興趣可以請教林老師 所以每一個人誠誠把關 那另外一個大家在講個東西叫認可的時候 我快速講一下 就是這邊有HAGB之外 有個食品驗證 食品驗證有很多項 那其中現在全世界潮流 我自己還在讀 我不敢講讀得很熟 還在研究 他會有一個2020認可的方式 Gipsy Gipsy的話呢 他目前通過了好幾個 我只列幾個台灣常見的 那這些東西本身不制定 他本身不制定 驗證內容 而是他來制定 那我們公司取SQF 像下禮拜 李黎晶老師 他就SQF的合格講師 合格講師 可以多請教李黎晶老師 那我們公司選擇SQF的時候 他就從這邊進行 但是這個單位 他會受到前面一個人的 集合跟監督 那我們公司的產品 由這個機構進行驗證 集合等等的 所以有沒有看了一大串 那個問題 太簡單了 我知道 江兄可能比較有經驗 那有些可能就 我聽過去就好 那我再講一點比較現實的 有沒有工作機會 就我的認知上 這是給大學生看到 近期內各位的工作機會 可能是在企業界 或者說你更往上的時候 到衛生主管機關 等等的地方 這邊會有工作機會 那等你實力更提升未來的話呢 可以到驗證CB機構 甚至到AB去 所以這條路是不歸路 而且這條路 我是當老師之後才學的 我碩士論文做納豆菌產生包外 聚膚胺酸的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是利用乳酸菌 抑制食品病原菌 抑制酒類病原菌 抑制酒類污染菌 完全不是驗證這一塊 所以是我當老師才學的 所以很拚啦 好 來這邊跳過去 我們在切入主題之前 我再囉嗦一下 再囉嗦一下這個 這下一節再講好了 OK 我們切到我們的主題來 對不起對不起在這邊 我開錯軟體了 我應該開另外一個軟體才對 等我一下 好 來OK來 開始我整個簡介過去之後 來我們談到今天 那個工廠組織系統管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製程 我現在分析這一塊 好這個一樣 阿元講義版權沒有歡迎使用 這種不多啦 反正我們有自己的路線在走 好來 那在這邊的話 那個 我們從工廠組織開始 快速往下看 先從大組織的視野來看看 回頭看工廠的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那我們稍後還有一些補充資料給大家 好 好 那我就引用台灣證券教育所的資料 好 所以呢 我就是用公開資料 我也不是針對誰好或不好 好 來 那在這邊的話 我 分享一下我自己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我曾經跟一個學長在聊天 在聊聊聊 就是說 那所學校的老師真的懂產銷能發財嗎 不好意思講 在這附近 在樓制服務4段1號那邊 真的懂產銷能發財嗎 那他教出來學生你憑什麼要做什麼 你這個老師你到企業去 你最多能幹到哪邊 研發生產 不知道齁 所以 林老師講 你們才會罵你們大學老師齁 每天罵 欸欸對不起對不起 來那個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做一個 的一個圖案齁 來 產銷能發財之外呢 還有一個社會企業責任 集合跟輔導 所以這個我把我一些觀察到的事情 做一個脈絡出來 好來 那我們直接切掉今天的主題 好 這個是由衛選公司 我從那個網頁上取下來的 他們本身 衛選也是非常知名的公司 像我們以前系上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講說 衛選公司當時在民國三四四十幾年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統一幹嘛的 這不是我老師講 不是我講的 我引用我老師的話 統一是賣飼料的 哪跟今天這樣Saven 什麼超商 什麼一大系統 沒有齁 那個時候統一是賣飼料的 但是因為統一的整個狀況 營運等等 那衛選加上他們當時經營權轉換 各位有沒有知道那個故事 有人在 在 在 經營股票 我們講炒作 在經營股票 然後有人在收購股票 在經營股票收購股票 後來發現收不回去了 只好把董事長的位置讓出去 有沒有印象 那我快速點 因為這是公開的事情 後來就被鼎欣給入主了 鼎欣翻便面 彰化衛家 後來在中國那邊做了很大 所以 但我對衛權沒有意見 憑良心而言 我也認識衛權退休的高階幹部 前輩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說沒辦法 衛權的鮮奶 沒有科學上的問題 沒有品質上的問題 純粹就是因為政治上的議題 被拖累了 這是我聽到的訊息 各位要不要抵制他們的事情 我是照買 因為我覺得什麼便宜就買什麼 衛權的組織在這邊 有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他們有台灣事業部 大陸事業部 下面有各個部門 包括什麼這些 性權公司 抗核公司 飲品等等的 那在這邊的話 我就理解一下 以我理解的方式 做了簡單的講義 例如說 生產部門 它的生產部主要是食品工廠 它裡面提到的 行銷部門的話 就包括有方便食 外食、飲料、乳品等等 還有行銷部門等等的行銷狀況 人資部門一樣對人員上有僱用 跟一些訓練等等 像我很久以前 我還沒當老師之前 到某 到某上市公司面試 然後跟那個人資在聊天 滿好玩的 他說人資沒有你想的那麼清楚 我不是面資人資 他就說他們還要管理外勞 外勞又有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 有趣的跟台灣喜新又不一樣的地方 錄影當中不多說 麥克風關掉再來聊 所以有些時候 我很喜歡交不同領域的朋友 然後就把故事 適當的講給學生聽 再來中央研究所 還有研發中心 他們財快部門 那他們的組織非常的龐大 他們優勢也有缺點 那我推測 我經常講我推測一次 我沒有內部消息 我講話也不負責任 因為我根本不認識內部的人 他們有專門研究建立方法 然後交給生產及平保 交給行銷販售 搭配物流 把東西送出去 那現在有個情況 生產上如果有問題 或是我有個好點子 需要層層上報 那相對來說 如果說大賣場 大產品銷售很好或自銷 誰先知道 賣場跑報表每天就會知道 每天就會知道 那誰來下令生產或減產 如果造成食物中毒的時候 是採購的問題 是生產問題 還是平保問題 還是運輸的問題 一定是公司的問題 所以有些時候 公司大跟小之間規模 有他們好玩的地方 有他們好玩的地方 來 那這個我就引用聯華 聯華也是 我很多年前當學員的時候 我的夥伴就是聯華的平保人員 所以交流了一下 蠻有趣的 那一聯華的話 他們就有很多 這也是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公司 一二三一號 他們有休閒事業部 先時部 服務群 技術群 像他們有一個先時部門 就在我們桃園中立 我住桃園 所以看到這些其實都很親切 像他們這邊會有先時部門 有中立場 彰化場 基隆場 像我們北部很多吃到的一些飯糰 那些東西 可能就是彰化 對不起 可能是基隆場過來的 像早上林老師給我看一個飯糰 就是從基隆場過來的 他們也是很大規模的一家公司 好來 我們快速聊一下 好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折到有一個 德賣公司 他是上櫃公司 他們的組織就分為這樣子 對不起 可能比較小一點 來 這邊有管理部門 財務部 行銷業務部 技術研發部 品管部 生產部 儲存管理部 跟勞案室 跟勞案室 好 那多數人呢 每個環節上 會有不同的講法 那我喜歡用產銷人發財 來談論食品工廠組織 第一個 產的話就是按照過去的產成 生產的經驗 新產品開發等等 來生產 但 對銷售而言的話 那是怎麼賣出去 怎麼賣出去 像我們有個戲友 前年畢業 他剛好到某食品場去 我就說來 那個老師幫忙沒問題 到哪邊 約個時間跟老闆打個招呼 我過去幫你看一下 就是對方同意 那我也不會收你錢 我不會幹嘛 服務我們戲友 然後就在聊天 那對方也是很海派的那種老闆 就跟學生講說 不要去想太多 我們做人做事 不要害人家 對方背景不一樣 也許未來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都是朋友 聽得懂就好 那他就說 對我們而言生產比較困難 我們要擴廠 我們要擴廠 那相對起來呢 就是說他們找生意很簡單 找生意很簡單 好 謝謝大家 所以有些時候生產有些時候很難 有些時候不難 就看各個地方 對他們而言的話生產太簡單了 但是他們生產很難 但是他們找生意太簡單了 所以有些時候需要一點點很好玩的事情 再來 發 就是研發 產品的設計 開發 研發 那這邊其中有兩塊 就是一個你要買現成的技術 專利 還是自己去研發 分享一個故事 剛好有一次到某某醫院去探視我們實習的學生 剛好跟營養主任聊天 營養主任之前是在泰山部門工作 因為這個都正面我可以講 他說泰山仙草蜜 就是他去跟日本談下來的 我小時候喝那個長大的可能你們不曉得有沒有喝過 就知道說 然後我就說前輩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解釋了一些事情 後來前輩就走到營養界去 就到某某醫院當營養主 我不曉得有沒有退休 我們學生出去時期可能會遇到他 那這些東西就是台灣過去一段時間 直接買日本的東西 因為這個比例上 老實講對我而言的話 以我們這種束帶子 他可能已經有成品 不需要再去設計 而且他在那邊銷售很好 好那台灣就引進了 那我常常就引用當時我們課堂上的例子 台灣第一個用茶花綠茶的是哪一間公司 我記得是黑松對不對 好然後接下來第二家誰就用雙茶花 這個已經好幾年的例子 但是因為我課堂上很喜歡用這個例子 我記得是古道綠茶公司 古道綠茶我們有些是自己的產線 有些是委外 他們在這一道上面 他就會綠茶 有些我有高人指點 有些時候綠茶或者是一些特殊東西 可能是他掌握了原料 所以他敢大肆地去宣傳 但是老二老三他竄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替代了原料 那為了打擊第一個的話 他可能就是用兩倍的茶花綠茶 接下來黑松也回頭一看 不行啦 我也要雙茶花綠茶 所以大概七八年前 這次打得非常的兇 所以很有趣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財就是那個財務的地方 這是我們 你們不一定 因為你們是實業界 我們這種書呆子最難理解的東西 也不會去了解什麼叫黑字倒閉等等的 所以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好那一樣 今天是HAC進階班 我們還是把主題放在食品衛生上面 尤其是生產跟品薄這一塊 好那這邊我用簡單把東西把它簡易化之後呢 我把它簡化成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好 然後把間接相關的放在左邊 直接相關的放在右邊 就是生產 研發 平保 好 OK這三個 這最直接相關的 每個都滿有關係 來 如果以研發而言的話 研發在考量上 第一個消費者偏好 長官的命令 流行趨勢 例如像減重保健等等的 或者是那個短期的任務 什麼叫短期的任務 我們接到一個訂單 突然接到一個訂單 我們該怎麼去切換任務等等的 好那 依我聽到的某某故事 就是某 我請教某上市公司的某廠 某小廠的廠長 他就說 我們公司多年前董事長 對不起 我沒有在玩股票 因為我玩我一定會很迷 所以我不玩 他們公司股價都是不動的 那有一些公司 我觀察的時候 四十幾塊 一回頭變四百塊 也有 好來 那那家公司就是 十幾塊 十幾塊都不會動的 我沒有 最近上一萬八 我沒有去看 他說他們董事長 第一個 不玩這些股票 就是不會故意炒作股票 反而會故意穩定 第二個 他們董事長 當年 還是主管的時候 某某飲料公司一敗塗地 那個我一聽就知道 我不要講一講 你就知道我年齡多大了 你們也沒聽過 一敗塗地之後 他們公司從此都不賣飲料 提示 那個飲料就是 我沒有買過 因為我很小 那個飲料裡面有像珍珠的東西 而是懸浮在裡面 後來台灣很少見 但是我小時候有聽過 那家公司非常的低調 對我們很有名 對你們可能沒有 但是你不知道他上市公司 那他們長官命令 絕對不能發展食品 絕對不能發展食品 好來 再來組織現況 如果說要已經通過了驗證 廠區衛生條件跟Share的人力 去思考我在研發產品的時候 該怎麼做 那避免我們公司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大 怎麼辦 好 另外一個呢 就像那個尋找 技轉 代工貼牌 自行研發 或者是買專利 等等 像我還遇過有一個食品人 他後來到其他地方去 就來聊說 某某品牌的那個脆笛書的零食 就是他研發出來的 然後又順便就損了一下 先關麥克風 我們跟一些夥伴在聊天的時候 就知道說他們其實有些 他就說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某某學校 他們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訓練的是什麼 讓學生去考公務員 結果我遇到這個學校的畢業生 哇天啊 關掉 這樣切換麥克風有點煩 不能錄進去 有些東西現場講 好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其實每個學校發展的方向 會有點不一樣 好來 再來是食品原料與成本 好再來食品添加物 國內國外法規 那另外一個提醒大家 最近幾個注意到的事情 例如二氧化鈦 在台灣在美國依然可以用 但是在歐盟1月1號就停用了 兩個月前的事情 兩個月前的事情 那對不起 我認識廠商沒有人在用二氧化鈦的 但是我還是去食品大賣廠買了二氧化鈦 Titanium Dioxide 那個東西來當教學用 那歐盟為什麼禁用 它是說有健康上的疑慮 那在台灣是當作著色劑 你怎麼會知道 我就在Niktin裡面訂閱 所以今天那個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課程比較自由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像這個 那個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阿元的LinkedIn 那那個 鼓勵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這邊去那個 我的英文 不是爛 是有夠爛 我托輔考了四次才 五次才 才拿到最基本申請 國外學校的資格 好 然後那個經常聽力的時候 我也是我在逛夢的時候 對方講了一句話 台灣聽不懂第一句話怎麼講 Can you say that again? Pardon me? 我就用 Pardon me? 就走掉了 那走掉的時候 大概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我的腦袋終於處理完 那句話了 我聽懂了 Where am I in this mall? 我在逛mall的時候 我在哪裡啊 就是我迷路的意思 我CPU就是很慢 沒有辦法 所以 阿元你還翻譯那麼多國外的資料 我們是用時間來換的 對不對 像這個 這個是什麼 Foodstanders Agency 這是我訂閱的 就追蹤的 這個是英國 英國是一國兩制的地方 Foodstanders Agency就是負責英格蘭 西南威爾斯跟北愛爾蘭 另外一個地方叫做Foodstanders Scotland 蘇格蘭 一個大概6000萬人 一個大概550萬人 他550萬人裡面 又有一個自己的獨立系統 所以有機會的話 建議大家沒事可以到這邊去 然後強迫自己 定 會不會用FB 可以啦 只是我被禁了 我就不爽 一年半 將近兩年前被禁了以後 我就不申訴 我就不用了 我就直接用另一個定 然後去強迫自己看一些 英文的資料 像這個 我就訂閱這個 Food Safety Microbiology and Hydrogen 他就會告訴你一些事情 這怎麼翻譯 心裡的秘密 對於雇員的動機 謝謝 將會促進食品安全 不好意思 我翻譯有想很久 好來 像這個 這是歐盟的中央銀行 我有訂閱他 我在找個食品了 這是營養類的東西 OK Pallet output and moisture retaining with reducing blood 在環境裡面 減少環境的衝擊 這個是水分的流注 跟Pallet 我記得是那個顆粒狀的東西 這個怎麼翻譯 我要想一下 因為我看全文才知道 他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這樣強迫自己看英文 不好意思 你說當老師 你是劉美的 劉美不代表英文好啊 我是那個特例好不好 所以就這樣逼大家去看 上次就看到二氧化碳就這樣禁用 還有另外一個 現在輸歐盟的 他會告訴你 他的動物福利要改進 上次林老師跟我聊到說 去台灣要出去歐盟 保健食品 健康食品類的東西 不能再用動物實驗 他們很注重這一塊 可能要用什麼 替代性實驗或細胞實驗 所以這些資訊的話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強迫自己來讀一下這些 因為現在按一下翻譯很快 可能有些東西按一下翻譯就跑出來的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嘗試 好了 回到我們這邊 剛才講了一個 這個是那個仙草命的故事 再講一個 我在聽蘋果演講的時候 聽到老師用 德國設備廠賣給日本廠 然後呢 那是蘋果的老師講視頻的故事 他就說 日本某某知名的飲料廠 買了德國設備之後 來請德國工程師組裝完後 請你離開 我就想 怎麼會請他離開呢 當然是 你要幫我把東西弄到好吧 後來老師就講了說 因為日本他們本身就很強 他自己組裝 而且組裝過程當中 把那些參數 生產飲料過程的參數 全部都弄好 如果我再請原廠工程師 德國工程師幫我調 我們這邊飲料不對 你就把我的技術學走了 機器是機器 我現場賣設備的時候 我的能耗 那些細節的能耗在這邊 你就學走 你就把機器改進 改進我們就賣給下一家 跟我競爭的對手 所以很好玩 所以這種故事的時候 說起來蠻有趣的 再一個無雅蝦酸鹽的故事 來 講到無雅蝦酸鹽香腸 台灣想到誰 義美 義美 好 那義美的同時 其實有一個 也是我們前一兩期的夥伴 私下在聊天就聊到了 你們公司 他們是很知名 他們產品之一是香腸 你們為什麼不賣無雅蝦酸鹽 因為我不懂這塊吧 他就說 義美可以玩 因為義美有餅乾 義美有水餃 義美有饅頭 什麼都有 但是我們公司就那幾樣肉製品 我們要是投入雅蝦酸鹽香腸的時候 技術不是問題 因為雅蝦酸鹽香腸技術在哪邊 雅蝦酸鹽的話 它是寶色劑 沒有錯 但事實上後來我去查 我個人沒有科學史證的認為 雅蝦酸鹽 或者 蝦酸鹽 雅蝦酸鹽 Nitri Nitri 最重要的是抑制Pseudomonas 抑制雜菌 不只是 因為香腸有絕對燕養的環境嗎 但是每個老師 不是學員 每個老師都告訴你 你要是種了一個肉乳桿菌 你會怎麼樣 那香港這麼燕養的話 我以前養乳酸菌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買燕養包好貴 我自己燒蠟燭 燒蠟燭 回到路易巴士的時代了 對不對 沒辦法 窮會 窮則通 變則通嘛 好 那雅蝦酸鹽事實的話 來 我也是在另個訂看到這個故事 簡單來講 法國逐步禁用醃製肉品裡面使用雅蕭酸鹽 法國已經在講了 關我什麼事 不對 法國是歐盟裡面也是領頭羊 法國 德國 英國走了 英國離開 但是英國你看 英國他們很多法規依然用歐盟的法規 是不是這一塊 那也許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要輸出到法國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用這一塊 來 盡量雅蕭酸鹽這個慢慢嘛 所以我在網路上我們群組就跟大家分享 搞不好 那個 義美高董事長可以把無雅蕭酸鹽 向場的事情就賣到 賣到那個 賣到法國去 好 那我就在觀察到時候法國之後 其他國家會不會跟進 會不會跟進 好 來 對不起 我快速把這題故事講 我們就休息一下 另外一個是我個人 純粹是我個人的抱怨 讓學員夥伴們參考一下 研發產品的時候 衛生安全第一 這個沒有問題 那與衛生無關的就應付過去 這是我非常不滿的事情 來 這個是 加格 無意針對誰 剛好貴格奶粉 加格品牌 沒有得罪之處 他用拉環的會不會傷到 不會 那我發現我這個年紀之後 我以前做的時間其實我手蠻巧的 手蠻巧的 所以我做的時間很快 但是我發現我年紀大了 我割奶粉 割兩罐手會割到一次 割到我超不爽的 因為這比較便宜我就買這一罐了 後來怎麼辦呢 戴手套 發生頻率 開兩罐奶粉割一次 預防措施 戴手套上去 從此就沒有割過了 那手套要不要乾淨會污染 我們就講那麼多 所以這也是我生活上的 那再跟大家講 我不好意思 我自從手機摔 買不到三個月 連摔兩台之後 我的手機就會有防護 我的手機就會有防護 那後來有防護 防護到什麼程度跟大家講 我就這樣子 我不怕醜 你跑步怎麼辦 我就用另外一個東西 掛在我手上 在跑步手上 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 我經常找不到鑰匙 順便給鏡頭看一下 所以我的鑰匙就裝在這邊 那開車的時候 有些時候又要什麼要解下來 因為好幾次真的年紀有差 老婆我鑰匙在哪裡啊 什麼顏色的啊 就什麼顏色的啊 剛出尾把他拉了一整條 所以我整個都在這邊 那我的皮包 不好意思講 這樣發現我的皮包放這邊 我皮包也加了一條鏈條 因為我很怕 就是心理上很怕會掉下去 那曾經真的在超商領文之後 掉了 先生你皮包掉了 他不是講反過來的字 看我一下 後來就從拉鏈加了一條上來 至少這樣子我心裡就很安了 那這個地方剛好接到下一節課 我們講有沒有管制措施這一塊 所以有些時候 你說我輸呆子 但是其實我很活用 從那時候開始 我手機真的摔過兩次 然後線就拉起來了 那有一次我剛好在跑步的時候 我就切換到我的背包去 剛好有 我在去附近學校 剛好高中生球跑過來幫他接 一接之後手機就掉出去了 他掉出去瞬間他就有一個 你為了幫我解決手機掉出去 然後突然有條繩子拉回來 這個歐吉桑怪怪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都是我看到有危害 手機你說一台五千塊 一台一萬塊買不起 不是 你要更換它的時候 那我一個預防措施 可能就一百塊搞定 那這個精神我希望到時候 我們用在我們食品上面 這是一個成本 好來 我把這 我看一下 我把這兩個講完 好來 另外一個 這兩個雞蛋哪裡不一樣 某某品牌 反正我也認不出來了 我都是在賣場裡面 買最便宜的蛋就好了 老婆說你要買這個品牌 為什麼 這個撕掉的時候 它的殼不會碎裂 這個撕掉 那個薄紋爛咧 電腦台語嗎 這個殼非常的薄 跟紙一樣 一撕它就整個壞掉了 所以我這邊 前面主題叫做什麼 叫做研發 研發 所以呢 因為它包裝殼比較硬 所以它很好拆 不容易割手 不容易割手 尤其像說 我們有些夥伴已經當爸媽了 很怕小孩子弄東弄西的這樣子 好 那 這些例子都不是食品衛生安全 而是包材 無意針對誰 剛才我們有夥伴有包材 就是這個地方 他們越透工越減掉 甚至包括說 甚至包括說 我意思 對不起 這個借我一下 各位知道 有個東西 夾鏈袋 假設這是我們夥伴的夾鏈袋 像我們摸習慣 我習慣自己用11號袋裝培養機 實驗室培養機裝兩袋剛好 我們摸習慣之後 這個很薄 它變薄了 變薄了之後呢 我就去跟我們桃園的某某賣場 跟它講 你看它這個地方 它已經變薄了 所以很多地方開始偷工減掉 偷工到什麼程度呢 各位知道鑰匙圈也有一種很便宜小小的一圈 那我曾經去某某鑰匙店拿了一圈之後 然後我就塞在我顯微鏡 因為剛好放我的刻度片上去 因為我們這個很爛的顯微鏡 刻度片自己塞 然後就去那家買 然後買就小了一號 原來連那個鑰匙圈都可以偷工減掉 你會知道說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 這個情況之下 消費者不滿意的時候 所以食品再多花一點點心思 好 再講一個例子 某某廚房洗衣清潔用品的品牌 三個字 不講 我用過三次之後 從此不買那家 不管它賣的再便宜 第一個 它用的雨刷精刷不乾淨 第二個 它的洗衣精到的時候 它沒有一個切口 家裡一半衣服說我洗的 我老婆洗一半我洗一半 所以它沒有切口 到洗衣精 它就會回碎到瓶子上面去 我非常討厭 但是那家還看得到 那家還看得到 那家叫做 好 繼續 剛才不小心 欸 拜高峰測試 沒問題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有些時候在那個點的過程當中 我以一個消費者 跟一個食品老師的角度的話 我不買就是不買 那家以為有些人 我會把它招齊 我會老家